Angela 我想要買這件衣服喔 我們來團購好了 好啊 那我們去PTT上面開團 好啊 我不要再用PTT了啦 我上次忘記會錢還被列黑名單耶 假的 那要怎麼辦 你看這個APP直接點 就可以開團啦 透過APP每個人都可以當主揪 也能選擇要加入哪些團購 每個群組裡面都有獨立的討論區 和大家一起討論商品內容 或是私訊給特定的人 最後下單填資料就完成團購 還是要網頁 本來是要用APP啊 當然是要用APP啊 就是現在大家都就是無聊都在滑手機啊 大陸電商龍頭阿里巴巴 舉辦學生創業大賽 參賽者連續30小時開發設計處APP 台灣區由5支隊伍脫穎而出 非凡新聞獨家採訪得獎團隊 雖然你可能做一個很有創意的東西 但如果他沒辦法賺錢的話 那你也不會就是長久 喜歡團購的彭亞軒 本身念氣管所 找來志同道合 都是念研究所的朋友共同組隊 不只有資訊管理人才 甚至還有人專精視覺傳達 未來要讓APP具有分類功能 讓使用者能夠直接找到衣服鞋子 或是其他商品種類 有創意的還有這個 我還是要一個排骨飯吧 這也太過時了吧 現在透過APP就可以設立群組 來揪大家一起網路訂餐 在菜單上購選想吃的餐點 自動統計在表單上 按下送出 店家平板上 立刻出現送貨單 年紀輕輕的學生們 開發出創意APP 7月將直接到阿里巴巴 杭州總部 和國際高手們過招 面對眾多的國際投資人 希望能取得資金 大陸上面創投會比較偏 就是看得比較遠 然後他們也比較願意給 就是年輕人機會 尤其是只要是年輕人 然後想法剋心 甚至是就是只要做出來 他們通常會直接就是 給予你機會這樣子 然後在台灣 我們上面相對來講 當然比較保守 布置阿里巴巴在台灣 舉辦比賽吸納人才 小米旗下獵豹移動 也在台啟動子牛計畫 要在台灣選出優秀的新創團隊 給予資金鼓勵創業 大陸企業持續吸引台灣人才 政府和企業得趕緊正視這個危機 記者楊寶貞 林秋強 台北報導